林伟哥 江一林知道吗 知道啊 都忍了多少回了他 干嘛你这是 拍照啊 干嘛你这事 你现在不能动气怀着孕囊 我不动气 我就过去提醒他们一下 要不我对不起一林姐 我提醒去 你看这个好不好 林伟哥 谁啊 小鸭你怎么在这儿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 这是我妈 认识 你好阿姨 见过 见过 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小鸭 是一林姐妹妹的小姑子 这位呢是我妈 是一林姐妹妹的婆婆 一林姐你认识吗 她老婆 你们好 我叫秦山 我们是同事 现在同事都流行牵着手逛街呀 秦山 秦三 秦小三 还没弄明白吗 古代叫妾 现在就叫小三 你们说话可不可以注意点 我注意了 你注意了吗 你拉着别人老公的手逛街 你不害臊吗 你不知道她有老婆孩子吗 阿姨 我们俩还有点事 我们先走了 你先别走的 我跟你说林伟 咱们俩可是扒杆子才够得着的关系 但是我要劝你一句 亏心事做太多了可是要还的 懂吗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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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喝 谢谢 想吵吧 这汁做得特别好 牛肉也特别新鲜 待会儿还有甜点 您可以尝一尝 味道很不错 你有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 我一朋友啊 就是一饭馆热热丝 本来纯吃货 你想吃什么 你跟他讲 都有推荐 别想让我 话悲痛于食欲啊 你最近确实太瘦了 可以适当赠点费 妈 您刚才真是太帅了 但真的 太可惜这江亦琳了 有什么可惜的呀 林伟根本就拍不上了她 我觉得他们俩早分了得了 干嘛呢 把照片发给伊林姐 别发呀 咱骂骂就行了 别发啊 听见没有 发出去了 哎呀妈 您知道吗 这世界上啊 就是因为有您这种思想而人存在 才让那些小三跟渣男得逞啊 我之前就想开一微博 让所有的女人 把那些对他们心怀富贵的 有父之夫全部揭发出来 我一个个发到微博上 这样呢 所有的已婚女士 就能在我的微博上查到他们老公的案底 你确定这么做吗 我就那么一说 我哪有时间啊 嗯 我有时间啊 我真的有时间 这事我来做 怎么了 送我去一趟啊 你冷静点 现在过去没有用 我怎么做才有用啊 你现在去就是羞辱你自己 要真想报复 找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找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其实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你的问题就是放不下 现在你该放下了 你好像想想怎么能让自己过得更好 不管什么时候 你记着 你还有这个男闺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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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对 姐 我妈和她小姨啊 去我试试她们 去年在晚上 我们同学的那个群里 有一个男同学的老婆 跳上来就破口大骂 骂她老公有了外遇 各种揭发 弄得她老公 特别狼狈不堪 当时我们就想 完了 她俩肯定得离 这日子肯定过不下去了 后来 后来她老婆居然说 不管她老公在外边 发生什么事 她都不会离婚 这个家都不会散 我当时听完之后 我特佩服这个女子 事情都这样了 她还能这么想这么做 实在是了不起 可是今年 我不这么认为了 女人 就一定要忍吗 我没事 回去吧 帮你担心我 帮你担心我 好着呢 悠悠 过两天 每每过生日 你们把时间留出来 我准备热闹闹 给她开个大牌的 回去吧 一凛姐 不晓得 伊凡那么大律师不找 来找我了 有些事情 我还不想让伊凡知道 我就想问问你 办离婚的事 比如说 这应该是去哪儿办的 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 关于财产 尤其是孩子 这些事应该怎么弄啊 是这样的 如果夫妻双方就孩子的 抚养权方面不存在着分歧 财产分割上不存在着争议的话 那就会比较简单 准备好相关的证件 去民政局20分钟就能办好了 如果就以上的这些情况 双方无法达到共识 存在着争议的话 那就要交给法院 由法院开庭审理 需要的相关文件 也会比较多一些 需要的时间呢 也会比较久一点 依林姐 你跟姐夫真的走到这一步了 有些事情 我想还是先了解清楚比较好 主要是孩子 我想让小默以后跟我在一起生活 小默现在已经超过十岁了 她的个人意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依林姐 我跟依凡 从小跟你一块玩到大 你跟姐夫原来多恩爱啊 我们可羡慕了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不说这些了 马静 过两天就是林伟的生日 我想热热闹闹的给她开个大party 到时候还想请你和赵媛 再加上小鸭 来提前帮我布置布置 行吗 好 好